TRAGERS 怎麼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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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!大家好我是帕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TRAGERS 怎麼彈 我今天會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和弦 第二個部分就是節奏 再來就是最後的段落的部分 先從和弦開始 和弦行徑的話 我放在這一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先來按看看上面會用到的和弦 這裡是深GM7 GM7 FM7 CM7 G M7 接下來是降B CM7 CM7 那整體的這個順序我們來彈一次 CM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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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個和弦呢 在歌曲裡面聽起來它是比較高音一點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把這些和弦 全部Shift到高音這邊 第一個 這個 CM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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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我只取它的 2-3-4弦 CM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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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要做切音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除了你按的二三四弦以外 剩下音都悶掉 這邊第一弦 我們用食指來悶 五六弦會交給中指 所以整體聽起來會像這樣 好 這個是 深G的Maj7 接下來我要按G-7 我先按他的全貌 會按在這邊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是他的主音 這個是他的小三度 五度音 小七度 所以我只取他的 二三四弦的位置 接下來我要按F-7 F-7就依這個形狀 直接下行一個 拳音就可以了 因為F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他的小三度音 這個是五度音 這個是小七度 所以只取這邊 這邊幾個和弦一樣 就是你要練習 把五六弦悶掉 第一弦也悶掉 然後只留二三四弦 然後呢 我要來按 C-Maj7 C-Maj7 我會按在這個把位 他的全貌長這樣 然後我只取他二三四弦 所以剩下悶掉 聽起來像這樣 這是C-Maj7 接下來我要按 降B 降B這個位置呢 他也是按在這裡 跟剛剛的 G-Maj7 幾乎是一模一樣 因為他們的主成音 就是長得一樣 所以他按也會一樣 OK 那我們來聽聽看他的順序吧 好 以上是和弦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節奏 他在這邊會用到許多的切分音 我們直接來看這個六線譜的地方 然後我每兩個小節彈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前面的兩小節 接下來後面兩小節 OK我把這四個小節連在一起彈彈看 現在來講最後一個過門的這個和弦 這和弦比較特別一點點 他叫做 升A9 然後sus4 我們這樣子按 然後他的四五弦是沒有聲音的 你按的一二三六弦有聲音 剩下的要悶掉 所以彈起來像這樣子 好 這裡他有兩個節奏 我們來練習看看 第二個節奏 第二個節奏 這個是節奏篇的部分 我直接把它連起來給大家看 第二種節奏 第二種節奏 那整首歌的節奏呢 就是只有前半段跟後半段 它有兩種過門 那你只要把音樂 可以重複聽個幾次 你就會知道 在哪一邊 該談什麼樣的段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影片 謝謝大家